就是那是因為現在人在上廁所 聲音都講不出來 直接爆料 沒有人 有人嗎 有 慢慢的進來了 我覺得聲音會進來 學校你的聲音全部都進來了 哪有啊 全部進來了 聲音不知道清楚 聲音應該很清楚 超大聲 哪有啊 現在開始了嗎 開始了開始了 等大家進來吧 我手機剩6%欸 那你不敢跟大家 欸 是不是可以 欸 你手機還有電話 有啊 那待會用你們看 我哪會插電話 好好ok 蠻清楚的聲音齁 蠻清楚的聲音齁 蠻清楚 應該沒有 今天速度都ok嗎 應該沒有慢吧 沒有 我們今天的 網速非常的 令人感到滿意 還是我們就這樣在鏡頭外聊完 你小時候 其實也不錯嗎 哈哈哈哈 這好用粉絲想看 好了 那我們就開始在鏡頭外聊天囉 因為我們目標是500人 我們才要進去 但好像目前一直進不去 Oops Oops 因為我們目標是500人 然後進去 欸 原來 這個愛心什麼時候變成彩色 好可愛 欸 然後 我跟你講 然後就一直沒有過500 結果永遠就進去 對啊 我們就 欸 500了 好 OK 快進去吧 欸 我們有設定開場買嗎 沒有 現在要討論這個 難怪你快一點啦 好 你進去的時候 3 2 1 快點啦 趕快進去了啦 走 走 好 欸 不好意思 今天只有我一個人 楊慕明不知道為什麼不肯進來 因為我覺得戴這個眼鏡 真的太幽默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雪娟浩 嗨 大家好 我是楊慕明 嗨 大家好 我是楊慕明 欸 尷尬 小時候又不講話 我都不知道 我今天不是擔任主持人啊 我今天是擔任你們的 攝影師而已 OK 所以 你 你在 進幕 怎麼會不安靜啊 從進來的時候就開始沒講話 怎麼會不安靜 你要介紹我們的題目 還是我們自己介紹 沒有啊 你們要先說一下昨天不好意思 大家 大家實在是非常不好意思 我們昨天在一個比較郊區的地方 然後就 沒有熟 因為那邊甚至是連路燈都沒有 所以我們就 沒有辦法 直播給大家 其實我們這位影片傳出去也是很感動 因為我們 大概傳了二十分鐘吧 而且我們影片是在 那個 屋頂上 一圈拿著燈照 因為我們真的不確定 傳得出去 後來好像有傳出去 對 欸 你眼鏡很笨 是嗎 要介紹一下你們的眼睛 欸 這是我挑的眼鏡 然後他還把它搶走 不竟我把它戴回去 然後這樣蠻搭的 沒有 是你們強迫我說 我好像戴黃色比較很好 我會看 學鳳妮也蠻特別 但是我後來看覺得有點太偶爾 這個是那個沖繩的 可以說什麼 守護神嗎 他們是一公一母 而且一個嘴巴開 一個嘴巴臂 但現在看起來都開了 應該是這隻嘴巴臂的 所以我挑的蠻有Size 那是我挑的 但最後是我戴 好 OK 好的 我們今天就是有這個題目本 雖然昨天拿出來跟他拍照 但是 剛剛努娜強烈的 禁止我們打開他的內容 所以我們其實真的不知道 這一小時會發生什麼事 不是 等一下我這個眼睛也太醜了吧 哈哈 你整個畫那張這麼醜 誰叫你剛剛的畫那張 沒有 是因為你手機有調黃吧 沒有沒有 好啦 你把眼鏡拿下來 兩個智障 他剛剛耳提 因為這樣不准罵人 結果他這樣 我覺得鳳梨好像 實際這樣這樣比較好 鳳梨效果比較好 其實 我的怪獸咧 也都很OK啦 其實都很可愛 你這樣戴起來很像眼鏡很小 你這樣戴起來怎麼蠻好看的 對啊 所以我才說我剛剛看我發現 好啦 欸我們今天直播只有一個小時 你們有很多題目要回答 對不起 對不起 欸現在其實 我們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桌上 我們桌上有 一些食物 對 還有美酒 對 楊一片搭配筷子 楊先生不喝酒 他喝奶茶 其實是背禮師 因為我們你知道 藝人都需要做那個 身材控管 但是現在是 休假日可以 好好進行的 享受美食 好啦 不要一直看手機了 對啊 是可以看但是不要一直看 對 好 所以呢今天 今天我們 為什麼要再做一個直播 因為其實這次 非常感謝 沙奈還有 Chocolat BB的客戶 這個品牌 他們是同一個集團 然後他們 邀請我們來沖繩 跟史丹利 跟GG 度過了美好的沖繩之旅 然後我們還去 我相信如果大家有鎖定 齊心的IG的朋友們 一定有看到 我們有去吃好吃的東西 還有去 很棒的Disco舞廳 然後跳舞啊 很開心 很愉快的看一些 很專業的大叔 專業的大叔 欸我是沒有辦法一心二用的人 你們可不可以專心聽我講話 楊夢玲你真的很煩 上次我跟徐勳浩直播 都沒有發生這個狀況 對啊 而且為什麼沒有粉絲講話 我沒有 我沒刷下去 對不起對不起 OK好 好 你們不要吵了 我現在先做個開場 好不好 OK 我講到哪裡了 Disco舞廳 Disco舞廳 然後那個舞廳其實 就真的是非常好玩 我覺得是我自己本身 印象最深刻的 然後你們講一下 今天去了哪裡 我們就可以開始我們今天的 小小遊戲 OK 我們一大早起來 然後換上泳裝 就直接去浮潛 對 因為我們昨天其實想要昨天去 結果那個海邊 五點半關門是不是 對然後我們大概四點出頭多到 對 所以我們就沒有借器材 因為就覺得很可惜 對 但我們今天就有 借了器材跟挖鞋 然後浮潛出去 對 嗯 我們有拍 拍非常美的照片 很多漂亮的魚 還有水底下的一些 欸你們兩個有看到烏賊是不是 對 我們有看到烏賊 怎麼會這樣子啊 對 然後 就是 會有 我們有在水裡面拍影片 然後到時候再分享給大家看 這樣子 現在太早幫助大家了吧 本來是驚喜 也是好吧 沒有那個影片大家 剛剛是開玩笑的 OK 好反正呢就是 欸為什麼變我講 趕快繼續講 然後 然後 我覺得今天最好吃的東西 是那個披薩 對 你好像覺得是整個旅程 最好吃的 因為我們基本上 這整趟旅程都在碰壁 就是 我們通常查到什麼東西好吃 或是想要去的地方 通常都是沒有開 或是什麼都沒有 所以 我們今天中午去的披薩店 其實也是我們 昨天還是 昨天就想去的 我們本來昨天 應該要順利的去浮潛 結果浮潛關門 對 然後想要去吃披薩 我們就提早去吃披薩 結果披薩公休 對 然後我們就問父親的咖啡廳 咖啡廳老闆介紹燒肉店 那個燒肉店 昨天也公休 對 所以最後 我們就是 今天才吃到那個披薩 真的真的非常好吃 欸那披薩非常非常好吃 對 這是我們唯一一個查到真的去到的點 在那個橋的中間 一個類似休息站 對 OK 我要先說一件事情就是 這一趟的旅程我們非常辛苦 我們的那個 神 神 神車手 喔對喔 他全程都是他開車 因為 因為楊夢玲本人是 不喝酒的人 我們有時候出來沖繩 我們會喝啤酒阿 美酒阿什麼的 放鬆 但是楊夢玲本人對酒 一點興趣都沒有 所以他 因為有時候 比方說一群人出去吃飯 他說欸那你不要喝酒 你等一下開車 然後那個人就會覺得 神七七覺得 喔為什麼是我 但是楊夢玲絕對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楊夢玲不喝酒 所以就是我們今天去浮錢 然後很累 但是楊夢玲還是非常不辭辛勞的 載著我們就是 遊山玩水這樣子 對喝酒就是不要開車 對你們說的 天啊天啊天啊不可以喔 對天啊不可以 好 然後我要來講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這兩個人呢 吃養命片都是用筷子吃的 哈哈 欸可是我真的非常少發現 我跟我們一樣 欸我也是很少派人跟我一樣 對因為我今天有潔癖 然後我不想說洗手 那你呢 不想洗手是覺得洗手比較麻煩 所以筷子就比較乾淨 那徐俊要怎樣 我是覺得我不想要 手油油的摸遙控器阿 摸到東西阿 手機阿 嗯 OK 好啦那今天我們終於如願的跟大家見到面了 也謝謝大家等我們到今天 謝謝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開始做我們今天的最主要的這個 呃這個主題 這到底是什麼啊 這個是呃我們在出發前其實就是公司的經紀人 大家討論出來的 因為覺得你們有很多很多喜愛你們的粉絲 但是大家看到的好像 因為楊夢玲好像PO文的頻率比均好多 但是大家好像還是沒有辦法借由PO文或者是一些呃 就是上一些節目阿或者是一些活動了解公司的這兩個 呃兩個演員 所以說所以說我們才想說欸我們來玩這樣子的一個小遊戲小主題 然後來讓大家更了解 君浩跟夢玲私底下的樣子 沒錯 所以裡面會有很奇怪的問題 估計是快問快答 裡面 不是不是 我們 我們沒有我們沒有辦法做快問快答 因為 因為 我的反應會太慢 我會跟不上頻率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來聊天 所以我們今天設計的這個零食阿酒阿就是要讓大家放鬆心情 然後好好的跟粉絲朋友們一起聊天 然後讓你們能夠更了解你們眼中的楊夢玲你們眼中的曲君浩 私底下是什麼樣子的好嗎 好 那你們現在終於可以把那個本本拿起來了 OK 欸等一下還沒有要翻哪 喔還不能翻這個 夢玲好像很累啊夢玲是不是很累 開一天內 真的真的真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就 就 先休息 先休息 請下台 我們這邊時間是11點 不會啦跟大家聊天也是真正的放鬆 很好玩很好玩 好我們先來翻第一題 我先跟大家說喔 這個題目是他們兩位都沒有看過的題目 所以說 我看到了 所以說其實 不好說 欸我還沒有說要翻你們不要那麼調皮 你剛剛說開始翻第一了 我剛剛說要看到了我想要看一下 好我們現在先來看第一題 當然就是開始囉 OK 為什麼 這是你們的二次會嗎 這不是說開始就可以 所以等一下就是準備囉 超可愛 3 2 3 不是我真的要褒獎一下我們製作這個本本的就是佳蓉 我們公司的另外一位經紀人 他現在人在台灣 然後他寫的字很可愛 然後他 很有idea想了 還有另外一位小幫手仲 也是經紀人 他們有非常非常多idea 然後他們很 我在我在沖繩的時候就是指令他們要趕快去買這個本本來寫 然後題目他們也很很興奮的想 然後寫的很棒 還有一個開始 還有一個那個opening這樣子 欸你破梗了是不是 字很美 OK好來正式開始正式開始 來 什麼 從小到大的綽號 綽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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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說 為什麼 呃 我好像沒有說過耶 我綽號很少 應該只有一個 嗯 就是 呃 詐摩 詐摩 欸我都不知道這件事情欸 我也好興奮喔 不是 不是 因為其實我沒有對綽號太有興趣 然後詐摩的名字本身就 就比較跟大家不一樣 等一下先暫停一下 楊蒙你的手機聲音太大聲了 就是本身就跟 就是我的名字本來就 比較少人會去想要取錯 有些人聽不懂 對 就是那種昆蟲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這個綽號有來存在是我在高中的時候 因為我以前會 呃 我國小的時候我就在跳高 就是 就學校比賽我會去比跳高 為什麼有才華欸 對然後後來是因為打籃球 然後我都跳得比別人高 所以他就有一個朋友他就說 欸 你這樣跳很高 所以他直接就想 你就叫詐摩了 所以我就 詐摩跳很高嗎 其實我也不知道 詐摩跳超低的 詐摩跳超低的 可是我會跳的昆蟲都可以跳比他們身高高很多 因為他體型很小 他跳很高 ok ok 但是我不是這樣 我身高高但我會跳很高 他就是想要詐摩這件事情 所以 所以他就覺得說 欸他就這樣學了 然後 又因為我沒有抽號 所以他就又跟了我大概到大學 所以大家都叫你詐摩嗎 那時候很多人叫你詐摩嗎 但是就是在某一年大學的 可能迎新或什麼之類 在介紹學長的時候 這叫詐摩學長 我就覺得怪 詐摩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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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尼 動物園台 又要台 你要做第一個說什麼 一個字 有時候就叫自己叫尼克 喔尼克 喔 先馬上洗掉大家對詐摩 對 再也沒有詐摩這東西 所以你本身是不喜歡這個綽號的 對 但是 詐摩不糗啊還好 不是真的蠻糊 黃蟲就比較蠻 如果我們粉絲有人叫黃蟲 我沒有別的意思喔 黃蟲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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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在笑楊夢凌 對 反正就是 對 所以這個通常是這樣嗎 但是 已經沒有用了 是已經停用了 停用了 大家不要再叫楊夢凌炸夢了 大家還是可以畫 炸夢凌圖 我們很樂意的轉交給楊夢凌 真的沒有關係 聽到第一題就這麼精彩 我快笑死了 笑到滿身大憨 好了換你了 許妙 最後 基本上 是因為一個出糗 但是 老師的出糗 這是學校 就是上課的時候 有人從後面遠處叫我的名字 我沒聽到 但是英文老師聽到 英文老師就回過頭 欸你們說 學校 然後英文老師沒聽到 他會 喔英文老師聽到 可能 舉考 什麼舉考 什麼舉考 有同學二來什麼 我還不知道是叫我 後來就是老師把我的名字聽成了 菊考 所以你 就菊考pasta的菊考 OK 我被叫了好久 所以你是不是叫徐菊考 沒有 徐就是菊的部分 喔徐就是菊的部分 所以你自我教 我是菊考 我跟你講 從此之後 那個英文老師 就叫我菊考 他甚至不記得我的英文 不是 可是那不是英文課嗎 是英文課 所以他可能中文聽 就不是太優良 然後就被叫我菊考 但我覺得沒有很好聽 所以他本來聽幾頁 喔 至少到畢業吧 高中畢業 所以你同學都叫你菊考 對 真的沒聽過 我覺得第一題就很精彩 我真的不知道一個叫詐母 一個叫菊考 我聽到完全沒有關係 有同學 不是有同學 我的同學出來受證嗎 不是啦 我是說有本事朋友說 TACO 為什麼有人說TACO 那是國中的時候 國中的時候 就這兩個 那為什麼TACO 國中畢業旅行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是TACO吧 你們今天看到什麼 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是那個 你們今天看到的應該是Squid 就是會拿來 就是弄成乾的那個 就是切了之後 會變成一圈一圈 好不要岔題 不要岔題 TACO為什麼 國中的時候畢業旅行去 那個是什麼 科學博物館嗎 那不是展示了一隻 霸王魷魚嗎 我跟你講他們展示了一隻 霸王魷魚 然後就有人說長得像我 而且他說長得像我就算了 然後就開始叫我TACO 然後就說 TACO不是章魚嗎 所以那個同學 所以其實你看到是魷魚 那個同學 不僅把我認為是 長得像霸王魷魚 可是卻叫我章魚 他就雙重的誤會 所以TACO這個綽號 到了國中就停止了 國中畢業就不停止了 就停止了 然後這個英文是取了新的綽號 但我這兩個綽號都沒有非常喜歡 OK 我長大是不會大家叫我自己 好了好了非常棒 好第一題就令我感到滿意 好 下一題 滿意 現在已經11點17分了 我們只回答第一題而已 好不好 我們要掌握時間 我們很多題 念出來 對 女友與媽媽吵架 會幫誰 喔 我一定是女友 為什麼 為什麼 我擔心 媽媽不在了 不是還在 媽媽沒有擔心 我從小就擔心 我都跟我爸住 所以我一定是選女友 喔你說因為媽媽根本就不存在這個戰局裡 對 你根本不是存在這個問題嗎 不是你 你不需要考慮假設的情況 他就是題目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也說如果是爸爸與女友吵架會幫誰這樣 嗯也可以也可以 還是幫女友 為什麼 怎麼可能會幫爸爸 養爸爸怎麼了 為什麼不會幫養爸爸 不是因為通常兒子跟爸爸的關係就是處於一個比較 然後你知道兄弟有點對立的感覺 所以一定是幫女友 不分青紅皂白 所以這關係絕對不會困擾我 OK 反正他anyway他就是幫女友啦 對 即便女友是一個嬌嬌女也會幫 還是你是民視裡的人 我是民視裡 民視裡的人 你剛剛明顯不是民視裡啊 你剛剛自己說是不分青紅皂白 不是不是 你在這個情況之下 是這樣的 爸爸在旁邊哭泣 爸爸有收看直播嗎 爸爸早睡嗎 而且爸爸還幫你照顧歡歡喜喜耶 爸爸現在應該睡了 爸爸現在在幫歡喜 如果是歡喜與女友的話 沒有人要問你歡喜 我把題目改成 題目改成 歡喜撒尿在女友心愛的高跟鞋上 女友正在發飆說要處罰歡喜 我給你幫你回答 絕對是歡喜 絕對是歡喜 那女友的高跟鞋怎麼會 丟掉啊 好 也就是狗大於女友大於爸爸 好朋友這集結束 好 因為我不是故意嗆你 但是我一定是要民視你 我覺得就是 對就是對錯就是錯 我一直是這樣 我還被 因此被視為就是一百億 一百億 那現在不是衛生性還被你們訓話 對啊 因為我就是比較覺得事情 該怎樣就怎樣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在吵架的時候 你在道理上站不住腳 你只是盛氣令人要求對方道歉 你 將來是不會被撞走的 你必須要在你的道理上 你的對錯上是合理的 你才能夠樹立榜樣 你才能夠要求你身邊的人 或是你的小孩 要遵守一定的道德標準 否則你只是不分青龍照白 就像你兒子以後就會跑到你頭上 不會 但是如果 如果這件事有沒有對錯 任何性都會 那沒有 假設如果只是一個Kimoji 對啊只是一個Kimoji Kimoji Kimoji就是 感覺 女友跟媽媽在吵的是 那種可能是 為什麼你要搬到我們家裡面來 或是要來家裡住幾天 那就要溝通 就要告訴媽媽女朋友是怎麼想的 她希望可以休息 可是媽媽就說不行 我發問 我發問 如果 女朋友 跟 媽媽 跟你說 欸 我希望媽媽不要一個禮拜來這麼多天 媽媽一個禮拜來三天 那怎麼辦 可是 為什麼呢 因為 不是 好我們不要打 有糾紛 有一些 需要磨合的地方 然後 女友就說 啊我好累喔 每天上班都好累喔 可不可以請媽媽再少來一點 比方說週末再來啊 怎麼樣的 但是媽媽那邊又會希望 她 來的時候 就是她希望可以 共享天倫之樂啊 看看你們啊 幫你們煮一點東西啊 我覺得 那我就會溝通到 兩個需求都要滿足 但是不可以 抵觸 比方說 我就要知道為什麼 老婆 沒有人說老婆 現在是女友 沒有人說老婆 現在是女友 沒有人說老婆 就是你如果說女友 我現在要老婆 我現在搬到家裡 好 不要再下題 下一題 下一題 好難聊 好啦反正總而言之 君浩就是理性 理性派 他是不溫通的照片 沒有 就是挺狗 哈哈 挺狗幽默 好啦 快點下一下 下一題 好 出去玩必備的五樣物品 OK 對 來 這個很快 這個很難欸 蛤 對 好 徐俊要先回答 徐俊要先來 洗髮精 毛巾 泳衣 衝電器 你去哪兒就在游泳 然後這樣 去哪裡都想游泳 反正就這樣 OK 我跟你講我那時候跟我們去韓國的時候 我們還特地多留幾天選一個有游泳池的BO 不是選游泳池的半點 但你們就出包了 我們沒有出包 是我們到那裡發現 欸游泳池在頂樓為什麼 然後晚上上去 欸游泳池在開Party為什麼 原來那是夜店的一部分 然後大家就穿著衣服在裡面 就是晃來晃去 沒有人在游泳 可是我是準備要去運動的 所以就想要 在那些 拿著酒杯晃來晃去的 年輕人旁邊 在那邊 怒遊很奇怪 還有巨大的那個 紅客游泳圈 而且那個游一次游還不便宜喔 要兩 三五百是不是 我忘記了 所以你們最後有去游泳 沒有我就沒去游泳 後來去漢真木游泳 漢真木游泳 漢真木游泳 漢真木游 那個漢真木游一個很大的游泳池 我在那邊怒遊一千 欸你粉絲說 明明就是環保餐區 喔環保餐區 一定的 你剛剛沒講到 不是不是 他不再 他出去玩 不再出 我去任何地方都帶阿 所以他 不只是玩 不是出去玩的時候用 好 所以你會記得拿 就像我剛剛也沒去充電器阿 我剛剛有充電器嗎 充電器有講了 充電器有講了 我是打嘴巴耶 應該有吧他有講了 有吧有講吧 充電器有講了 可是我就不會說手機是什麼鑰匙阿 嗯 好漢夢裡換你 欸環保餐區一定要 環保餐區是必備的了 嗯 不是只是出去玩 洗面乳 洗面乳 洗髮精 吹風機 嗯 沒了就沒了 不用講 明星很近阿 很近 ok 充電器阿 很多位 明顯看一下 這個答案就是我是愛出去玩 他是愛漂亮 這個是明明 不是 因為我通常 我要出去玩之前 我都會有一個list 欸我也有一個list 我還存在電腦裡 你每次都一樣 不是因為很常要出去不同地方 然後我就有一個list 對 但是我的list大概都會有三集阿 不管去哪都會有三集阿 好吧我覺得這題 這題就是一個 一個就是 讓人有點難回答的一題 因為的確大家都一樣阿 什麼手機 充電器 這些東西也的確是 那下一題嗎 好下一題 來喔 這太長了吧 什麼 他們先看完喔 一個牙巴想買牙刷 他模仿牙刷的動作 成功表達完成購買 自己 欸這是什麼意思 下一頁 下一頁 然後呢 請問 等一下喔我現在看完題目 一個 亞巴想買牙刷 他模仿牙刷的動作 成功 成功表達完成購買 請問 請問 現在如果一個 蝦子想買一副太陽眼鏡 如何表達 他就嘴巴講太陽眼鏡阿 他不是說我要一副太陽眼鏡嗎 這是什麼意思 欸這太爛了 這是一個笑話 這是一個太爛了吧 為什麼要說一個笑話阿 不是主要是字這麼多 對所以他就把它寫成一頁 沒有啦 這一題 這一題是 這一題其實我也不知道什麼邏輯 這是一個笑話阿 我那時候咻咻咻的看過題目之後 我也沒有去檢查到底是什麼 欸 好下一題 一個亞巴 冷笑話 對大家get到了 冷笑話 一個亞巴 想買牙 對因為他那個上一頁字太多了 寫字太大了 他們怕你們要翻頁 所以又再寫一個 好下一題 十一秒模仿對方 誰先模仿誰 學校我跟你講 那個 我們不要去泡湯 因為泡湯真的很髒 大家都 不一定有洗乾淨 然後這樣跑進那個湯 那個湯裡面都是大家的耗 不要不要去泡湯 他就這樣子跟我講 我們來日本 然後不能去泡湯 就因為你覺得那個池真的很髒 What 等下 楊夢霖你先幫他評分 你覺得他學得像嗎 學校你再一次 321 Action 我覺得那很髒 學校你那個 欸你這個 包啊不要放 喔腳踩到 翻波 我覺得 覺得像不像先說 手來囉 我覺得呢 有像 嗯有像 有像 但是 對 有像 不行我一直在想 我怎麼模仿他 好那你先不評分 你先模仿他 你先反向他一軍 可是我真的想不到 我可以模仿他什麼 就直接承認輸了吧 徐句浩那麼好模仿 不是因為 我一直只想要讓他傻笑的部分 好好好傻笑 OK 因為我們 然後一起合 合照 對 我們就想要就是 有一點我們在講笑話 然後就笑 然後通常大家就 欸來你們現在聊一點話 然後笑 然後學校就這樣 然後 我要跟他講話 欸你這樣 哈哈哈哈 我跟他講說真的在幹嘛 然後說欸 他的笑到不笑 我們現在來演練一次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來演 假設因為平常都是我在把他們拍照 你們看到覺得很好笑的 欸不是很好笑 很好看的照片 基本上都是我拍的喔 那個照片呢我就會說 欸你們兩個互動自然一點 不要再對著鏡頭耍帥 你們兩個來一些 就是看著彼此聊天聊得很開心的樣子啊 好來三二一 兩個來 對 你不用解釋 你現在演給大家看 你直接拍照了 換你本身截圖了 好來喔 欸來你們兩個彼此互相聊天聊得很開心 大笑開心聊天 對 對 然後我怎麼看 等一下 我要跟他講話就是這樣 OK所以大家有get到楊夢玲的意思嗎 他的意思就是說 徐均浩在 每次我發號吃飲的 這個狀態下 徐均浩永遠只是 等著楊夢玲 笑 然後楊夢玲 根本 他就會崩潰 他就會崩潰 大家有聽懂嗎 對然後最後是 最後我在笑他 他就是在 我有在笑喔 我是玩兩個鏡頭 所以你們只要看他的照片現在 對 好 我來解釋這一題 楊夢玲他沒有辦法確切地模仿徐均浩 但是 但是 徐均浩的確有一個問題 是因為徐均浩其實本身 他並不是一個特別會拍照的人 所以每次我幫他拍照的時候 我都跟他說 你不要管我的鏡頭 你就做你的動作 你就 你就 讓他成為一個流暢的影片 然後我自己再抓拍就好 因為只要 我要3 2 1 他就會變成假笑 大家聽懂嗎 好 用解釋成這樣 超低的 楊夢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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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下一題下一題下一題 到底有幾題啊 叛逆齊 已經30分鐘過去了 做過什麼事 潘逆齊做過什麼事 來 潘逆齊 其實 好像都不能講 潘逆齊做過什麼事 這樣很錯誤示範 對啊 沒關係啊 就是 你們是什麼時候潘逆齊 你們潘逆齊來得晚還來得早 我比較特別 我潘逆齊是國小 國小 對 就是 我所有不良示範 都是發生在小一到小二 說說看 這個不能說 簡單說呢 就是 不能說 小朋友 小時候有時候可能比較衝動 就是可能會 打架鬧事 打架鬧事 這種 但我都會在我小一到小二的時候 就已經完成了 小一小二也太小了吧 對 但是因為 小二還沒10歲 對 但是因為我小時候其實有一度住在台中 就是我在我孤家住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 我記得學校非常小 就可能 每一個年級只有一個班級 然後大概有 六個年級 對 六個年級是固定 對 六個年級 學校有六個年級喔 好特別喔 六個年級喔 我在嘲笑你 六個年級嗎 所以 一年級只有一班的時候 然後我記得 是曾經 校的學校 對 就是 那時候很常打架那些 然後就是 全校就是圍在那個 一洞上 全部 大家都在看 看你們打架 對 但是我從小二的時候 我就變超乖 小二 叛逆一年 叛逆一年 我就叛逆一兩年 但是我那有點 一兩天 一兩年 變超乖那是什麼時候 又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不好意思 沒有我現在就是乖的樣子 你知道 大家真的不要相信 真的不要相信 我最近吃足苦頭 對 所以其實我真的沒什麼特別 因為我沒有做真的很誇張的事 但是我的叛逆期很小 叛逆期很小 對 所以其實也不是什麼 真的 什麼 你只是在學校會 跟別人有一些衝突 但並不是什麼 忤逆父母啊 還是什麼 沒有我從來 我基本上不會忤逆父母 嗯 對 但我會距離離爭 我才不相信 不分青龍造板 你現在形象是不分青龍造板 你自己講 我會溝通 但我不會忤逆父母 因為我覺得 對 平常長輩 做得壯 但女朋友跟父母吵架的時候 女朋友 啊不是啊 沒有看事情 我是看事情 不分青龍造板 沒有啊其實我覺得 因為君浩跟孟靈都是 土象星座 一個金牛一個摩羯 所以金牛跟摩羯的人 基本上都是 比較理性腦 就是會 呃 就是救世論世 救世論世 救世論世路線的 雖然楊孟靈很喜歡嘴炮 但是 他也是屬於救世論世路線 好 那叛逆期 基本上這一題 許君浩好像也沒什麼好 問許君浩有叛逆期過嗎 你沒有叛逆期喔 我真的人生很無聊 我最叛逆 最叛逆好繼續講 我最叛逆就是上課玩魔術方塊 喔 上課玩魔術方塊 然後我在 我的高中 魔術方塊 有一個蜂巢 那個蜂巢 像是學弟妹都知道 欸 好像幾屆之前有一個 魔術方塊蜂巢 就是我本人帶進去的 你所謂的魔術方塊 是你轉的那個魔術方塊嗎 就是那個魔術方塊 不是玩的那個 那個是俄羅斯方塊 喔OK 然後我玩的魔術方塊 可是俄羅斯方塊很弱耶 哈哈 哈哈 我沒關係喔 不要講解魔術 二龍方塊我可以講 一個小時 我可以解釋那個鬼 沒有沒有 他其實蠻強的 他很會踢轉 但是就是 有點弱 太久沒練了 每次不一定聽我踢轉 就是那個高難度的 對對對 好啦好啦沒關係 反正叛逆期這個 你們大家就大概 大概就知道 他們是什麼狀況 狀況 來 來 我不出演 勝負欲強 超強 不好意思 你知道那個魔術方塊 哈哈 我們那個時候就是 我們到今天人家玩魔術方塊 然後因為我平常常常常 不是啦 二魔術方塊 魔術方塊你贏不了 沒有人贏我 可是這裡沒有時候給你示範 你說魔術方塊 反正總而言之呢 那個時候 那個 他們來我們家玩那個 那個叫什麼 俄羅斯方塊 那個 不是那個是什麼 Switch 的俄羅斯方塊 然後 呃 然後 自己講 反正那時候 因為我很常玩嘛 但其實我沒有那麼強 只是因為我很常玩 所以我動作比較快一點 然後 他說欸我以前玩過 而且他有練過一些招式 可是知道好像很強 因為他講 然後就是跟網路上查得差不多 然後開始玩的時候 就一直輸 但一直輸之後呢 真的沒有關係 就是我們就是大家去看 就是我過什麼 他就一個人坐在客廳不走 哈哈 然後 繼續練習 繼續練習 然後 然後就金姐他們還去遛狗啊 什麼的 然後就回來之後 他就一個人繼續坐在裡面 繼續打 然後狂練 一直練到最後 對 好 這種是 比方說 game類的 比方說 比賽類的 但是 比方說比較無形的呢 那種勝負語 比方說假設你們 選 有沒有選到這個工作啊 還是說在你們目前演員的生涯當中 這種勝負語 可是選到工作這種 勝負不操在我們手上 你就 反而比較放寬心 對 或者是說現階段有非常多 跟你們差不多年紀很優秀的男演員 或者是一些 這種我覺得無欲無求 無欲無求 對 真的耶 我小時候的時候會 就是會覺得 欸 我也想要拿到那個工作 但後來久了就發現 小朋友是多少出道 就是 其實不是這麼重要 沒有 就是 就是後來就是會覺得 其實這不是我們 我們可以決定的 對 做好自己的就好 但是因為 玩遊戲這種事情 或是什麼 可以比較像籃球這一類的東西 你就會知道你可以練到 他才有客觀勝負 因為你們的工作屬於有一些些運氣成分 對 對 所以說 GAME這種東西是可以靠著練習啊 或者是 投入 花時間去準備這種 但是 現在這個工作的確是這樣子 所以在這方面的勝負欲就 比較隨緣 是這個意思嗎 對 但是像我以前 我以前做過Sales的工作 所以我勝負欲就 你什麼時候做過Sales的 哦 okok 在服裝 服飾店買 對賣物衣服 然後我也賣物件器材的時候 我勝負欲就很強 你是說跟別人拼業績嗎 就算公司沒有在拼業績 我自己也在拼業績 難怪就是油嘴滑舌 我是靠真誠 我是真誠 好 你現在假裝你要推薦 那個徐俊豪一件衣服 我現在 假設他現在在試穿 他現在身上那件紅色格子 欸楊先生那個衣服 你怎麼會知道店員叫楊先生啊 為什麼 好 現在action 可是如果要 欸 等一下徐俊豪 你要先假裝你剛試穿出來 照進服 這衣服好像 適合我嗎 我覺得看起來 其實我覺得不太適合 就算了吧 楊貓你可不可以好好演戲啊 導演的腳本 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下去了 我們下去了 下一題 快點粉絲想要看 沒有 我說真的欸 難怪你要轉行 不是 不是 因為我不是屬於那種 我在賣東西的時候 你不會屬於稱讚路線的 我不是稱讚路線 我是會真的想要達到 顧客的心理要求 就是好比說 他今天穿這件衣服 我只是想要你稱讚我啊 你稱讚我就買啊 我只買 徐俊豪讓他講 讓他講 聽他的邏輯 就是基本上 他穿這件衣服 他可能會覺得 不夠滿意 或是他覺得 欸其實這件衣服穿起來 好像沒有他想要的 要的東西 我會跟他講 客觀能看到的東西 好比說我會跟他講說 其實這個地方的尖線 到哪裡 其實是適合你的 未必你真的要穿 你印象中的範圍 你可以跳脫出來 你可以走出 屬於你自己的路線 專業分析路線 不是一昧的稱讚 可是講這種內容 通常是講真的 還是胡說八道句話 我講真的 因為我發現 你一定要真誠的跟對方講 他才會聽得進去 因為如果一看上去 欸你穿好好看 你一直想說 喔他要推銷我東西 我要走了 所以我通常其實 我看到客人 我都是默默的先觀察他 是不是真的喜歡 或是他猶豫的點是什麼 我會去跟他分析 所以其實我並不會推銷客 OK 喔好 務實的金牛座 感覺許需要很想翻下一題 還是你很認真 沒有我是不想聽他講的 OK 我翻 最傷自尊性的事 最傷自尊性的事 回憶一下 可是這會有點 有點sad 有點攻擊別人 真的假的 就是 就是會講到別人 好像在說別人不好 但是是大家會猜得到的嗎 不會不會不會 OK啊那沒關係 就講一個A先生 A小姐之類的 就是有一次去試鏡一個廣告 然後我就要介紹那個產品 我對我自己口條其實蠻有把握 可以把很複雜的事情 講得清楚 但我就講完之後 然後那個 A小姐 工作人員就說 你要這樣講的話我找和尚就好 我找一人幹嘛 和尚 和尚 他就說 他覺得我像念經的意思 OK 然後我就想說 一然你幹嘛 貶低和尚這個職業 幹嘛貶低演員這個職業 我就很 有點 又覺得傷心 又覺得生氣 就是 那次工作今天很不愉快 我好像也是工作 但是我是第一次試鏡的時候 可是我 我的那個自尊心 傷自尊心不是別人給我的回饋 是 那個很好笑 那就是我那時候去試一次廣告 但是因為我自己沒有經驗 然後我就 我就想要 然後反正那個狀態很像是 他是要丟一顆球啊 丟東西過去什麼的 然後 我那時候因為我是第一次試鏡 然後我並不知道 然後反正呢 他們就跟我講說 好你現在就做得表 然後我做完之後 然後我就演了很多次 然後就覺得不行 但是我內心沒有想說 我已經做到一百分啊 因為我對我自己的 想要成績的東西很有自信 然後後來我就看畫面 他比如說要笑 他可能是要這樣 哈哈 然後我那個笑就這樣 然後我自己看 真的不是 畫面了之後 然後我想說 這個跟我剛剛的 差距這麼大 然後 那個時候我就蠻上面 所以我之後就 很鑽研這個 就是 就是想要 讓自己的表演 跟我想像是一樣 因為 我一開始的時候很容易會出現 我腦袋 你以為你表演的那個 我已經表演了多有深度 就一看畫面這樣 我就 OK 這是魔王關 也是也是激勵自己的一個 一個經驗啦 對 好不好 好 等一下我先看看 大家 我看看大家有沒有說什麼東西 欸對啊這翻得完嗎 這超後悔的 出去玩住宿選擇優先順序 我 選 我 選 價格 我也是 價格 我選價格 哇兩個務實的圖鄉星座 不是可是我的價格 也是會選比較高的 我知道啊 這是我們選房子的時候 我完全不知道 不對不對 我選比較高的原因 是因為呢 欸你可以先講 你為什麼選 你為什麼選價格 因為我會覺得 雖然出去玩也不要太委屈自己 可是 如果 3萬的旅程你可以用2萬去完成 那 多兩次旅行 就可以多出去一次 哦 就 雖然說好像 就 住到可以接受 但不用太 奢侈的 嗯 地方 然後就把前程現在下次 好 由此可見也是一個 務實的 圖鄉星座 我是會選 價格可能比較中上一點 因為 中上一點 對 因為 我個人會覺得 難得已經出來了 就會覺得 如果可以的話 想要 住到 或是看到一些比較難得的景點 或是 或是一些比較好的房子的設計 的東西 因為 因為 難得出來 對 因為我覺得一分錢一分貨 OKOK 理解 很常會 你知道 對啦 我就是因此住到雷屋很多次 雷屋 所以我也會選 但是我反倒覺得如果房子太舒服太爽 可能就會 想要六七點就回去泡在浴缸裡 然後拖到中午才出門 這才是 這才是難得出門 然後損失慘重 沒錯 但是我通常都會這樣 有人發現我在寫字 寫字的爭議太大 因為他們速度實在太慢了 叫他們加快速度 妹妹說她想要吃 美乃滋洋芋片 所以妹妹已經下班回去了 我要跟大家說 那個美乃滋洋芋片 是昨天妹妹在便利上天學 對 但是她沒知道 妹妹留下來洋芋片 好了 我們加快速度 我直接講 明顯看到你不想吃洋芋片 你的口頭禪是什麼 你的口頭禪超多耶 你的口頭禪都現在應該不能補 可以 就這麼誇張 太扯無言 太扯 模仿一下 太扯 你的副詞都很誇張 你的副詞都程度很大 對 或是就是英文的 但是我曾經很熱衷於 創造口頭禪這件事情 是喔 比方說 因為 我在國高中的時候 就是反正呢 認識 那時候認識的可能比較多 你會覺得 大家都用你的口頭禪來感覺很爽 是有一種好像 就像它造成魔術方塊的風潮 的那種感覺 這句話大家都在講 很開心 我都覺得我 引起魔術方塊風潮 但是應該被寫入孝時 太誇張 我跟你講 孝時惡夜寫 取進到 不是 是局考 局考 局考 局考學長 我跟你講 那個時候是下課時間 我不能去尿尿 因為同學在門口排隊 請我知道 真的假的都這麼誇張 我講真的 雖然聽起來很條白 但是是真的 就是他們會 在某個關卡過不去 然後問我這個技巧是什麼 然後就會跟他們說 欸 你這個其實有一個更快的方式 什麼 是不是一個聰明的學長的概念 不敢說聰明 但至少會有這種狀況 OK 好啦 偷偷纏回到 那個話題本 我沒有說傻爆眼 傻爆眼 你有聽到我說傻爆眼嗎 欸好像沒有 傻爆炸眼 而且我 一開始就是傻眼 後來就聽 說了傻爆眼 越來越常見 傻爆炸眼 然後又說傻爆炸什麼 然後今天在 傻爆大豬排 什麼 沒有啊 我這 目前沒有聽到 沒有聽到 沒有 我現在聽到比較多的是你跟經典學的狗狗館 那你不能講 看 什麼 喔不能講 不能講 不能播 不能講 好啦 持續你再問 因為直播不能稍微 大家都知道狗狗館有時候就是 還是會有一點點到 並不是那麼的 有些差的成分 他有一天早上 撞到腳趾 然後很好爽的標了四個字 我樂此地別每天都學 不要爆我的料了 好下一題 結果 結果 這一題是挖動我自己跳 有同學說傻爆眼也是我很常講的 內部是什麼顏色 內部是什麼顏色 Ryno Ryno 這題是羅東宣講的 黑色 深藍色 我都是黑色 你內部喜歡買黑色 對 為什麼 方便 你今天是有點深灰色的吧 不是全黑色 因為 你今天浮潛完浮潛完直接 直接衝出來那邊吹透啊 是深灰色啊 對 我要跟大家說一個在演員這個行業 應該是說演藝圈的行業 或者是不管你是model啊或者是演員啊 因為常常會需要在很快的時間換衣服 所以說他們對於 不是尤其男生 只有男生啦 女生不會 男生通常都會在 不會吝嗇於在有人的地方直接換褲子 因為 太常發生 對對對你們可以說明一下 這個還蠻有趣的一個現象 因為你就算有的時候在訂裝 我們訂好幾套衣服 有還會有人要幫你搶 那你在 對啊因為 躲就沒有必要 就是效率是最重要的 對啊 對 那是因為工作性質的問題 因為男生基本上都是四腳褲嘛 就是類似短褲的概念 對啊 所以說就是他們就會直接在 當然不會是非常眾多人的場合 就還是在一個工作區域裡面會直接換褲子 對而且有時候你換 就是 有時候還要到小帳篷裡面 對小帳篷裡面 小帳篷其實是很不好的 就是熱到爆你不如直接 就是工作人員幫我幫你擋一擋 那一開始會害羞嗎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過 沒有因為我發現大家都 徐寶寶會害羞嗎 一開始 盡量還是 還是閃進去 但是有時候野外 或是哪裡很不方便的時候 而且我也有在拍戲當下 那個鏡頭的要求就是 這個鏡頭的前半 它是一個長鏡頭 鏡頭前半段出現 然後鏡頭後半段就直接閃回到過去 所以我在 鏡頭移動到那個之前 我就要換完衣服 我知道我知道 一定是邊跑邊穿的啊 那個鏡頭已經播出了 相信大家不知道是哪一個鏡頭 我甚至不知道是哪一部戲 真的 小帳篷的意思就是 服裝組都會準備那個 一個小帳篷 在任何地方就可以有一個更衣間 更衣間 但通常都不會太大 對對對 好 下一頁 唱出最近循環播放的一首歌 循環播放的一首歌 請用唱的喔 很難耶 這麼深夜這種唱歌很難聽怎麼辦 今天不是在車上大家唱得很開心嗎 就是唱大概現在就破音了 快點沒時間了 好 我是英國歌 I want to stay by the sea watching turn into rain sat down with the people 等一下 他唱完我就不想唱 然後為什麼 沒關係你也可以啊 狂播這首歌給你們洗澡 不是 因為我聽的不是rap 就是一些很清晨的 沒關係你來唱一個rap 然後我最近 不是我最近 聽的歌 聲音很奇怪 而且看 昨天晚上我們在 就是睡前 大家聊天的時間 你放你的歌的時候 還被安安說 那個歌讓我好焦慮關掉 因為 許俊浩放的歌就是 他滿會選放歌的 就是 歌的清單都會很 對當下的分別 我這個歌是有用心的 因為這個歌名就叫Okenawa 我半年前就來聽這個歌 OK 而且那個歌的蜂蜜就是 兩個人衝向沙灘 好啊楊夢琳快點啊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不要想了 我不想的話聲音就是 那 Day day oh my god I see you walking by 你知道我還不知道 我那時候可以說 Dance monkey 我最近很喜歡聽 我覺得他聲音太好笑了 沒有我覺得很特別 然後我就聽的時候 就有一種很high的感覺 這我最近最想聽的 那來一段Rap好不好 來一段Rap 快點 欸他會Rap喔 我跟你講楊夢琳他 真的讓我很受不了一件事情 是他很常PO 去那個KTV的線動 然後他原本就是這樣 很酷的 然後大家永遠都聽不到 他唱的是什麼聲音 因為他會自動消音 快點唱一段Rap喔 對啊楊夢琳快點 來麥克風給你 可是我現在跟你講不到 我什麼歌可以唱 快點唱一段Rap比較好 3 2 1 快點這直播長度有限 等一下他讓我思考一下 我現在 我拿到這邊購買 我不要再想 Dance it 我放過他好不好 我放過他 不會一定要給他一個機會 好我等一下想一下 我等一下想到 好那等一下就用你的Rap 來做Ending 好 OK 下一題 最想擁有的超能力是什麼 透明 透明 欸有人分析過 想要透明的人思想很邪惡 蛤 邪惡 好那你透明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可以 沒有沒有跟那個真的沒有 好那你的透明 我還可以講 哈哈 我到底就想到了有沒有 沒有 我是一個心理學 你知道嗎 這是一個心理學 他已經知道我要講什麼 我當然知道透明就會 怎麼樣 讓你生活中很多事情很方便 哈哈 但是我想要透明是 其實有的時候你就會希望 我不確定你會不會 你就會希望你休假日 出去那一天 完全不被人剛剛發現你在哪 就比方說你想去西門廳散步就散步 你想要去吃你喜歡的餐廳就去 或是你想要看電影就去 但是有的時候就 因為我去看電影真的穿得很邋遢 工作人 然後我邋遢到如果正好被 阿恩看到是會被臭賣 對 然後就很希望我休假日的時候是透明 其實我明白 好我們我們在此 在此 我們要幫許君浩圓他的夢 就是如果說 你們在街上看到他 把他當成透明人 世界都穿過我的身體 對對對 他就會感到非常的感恩 我有話說就是透明 我是講真的 我沒有在那個 我不知道你知道嗎 不知道 快點 那你呢 你剛剛講的我明白那個拉帕感 哈哈 哈哈 對他這幾天 我這幾天印象他到一個 看破我的拉帕感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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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剛一回來就先洗頭 洗完頭 吹乾之後 他就受不了 我怎麼把他偷告成這樣子 然後還幫他喬髮型 好啦 楊夢寧你呢 呃 瞬間移動喔 瞬間移動很方便欸 很方便喔 嗯 因為這樣不用 就想去哪就去哪 對 因為我蠻喜歡到處跑的其實 那瞬間移動的方式 你有想過嗎 欸我喜歡任意 我看過一部片 對我也想要任意門 我覺得任意門超棒 我有看過一部片叫Junk 嗯 Junk 叫Junk 移動世界 我覺得裡面就超棒 他是怎麼移動的 他就是 就 你剛進入一個那個 黑洞 那你覺得奇異博士的移動 怎麼樣 噴一個藍圈 那個也太麻煩 那個是轉 轉一個圈才可以進去 我看到那個是直接就過去了 一個起身就過去了 超棒 一個起身就過去了 而且我覺得他那個概念很好 因為他那個概念是 你去過的地方你可以再去 但是你沒去過那種去不了 我覺得這個概念很酷 就是現在我有一些純傳送點的概念 謝謝 好下一題 OK 大家都喜歡任意門 很喜歡任意門 十秒內說出對方三個優點 其實這一次之前你們熟嗎 你們熟嗎 你們熟嗎 很常碰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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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常碰到 大家晚上這個節目 我就是先做到這裡 不是不是 我們很常碰到 但是 但是 工作上聊天什麼 是很自在的 確實在 在這一次出來之前 我不敢說跟你熟 對 因為 我覺得 要跟一個人熟 就是跟他一起 有像這種出來 然後大家說 真正才能熟悉彼此 對 看過他 看過他 包裝的樣子 以外 對 因為我跟你們一樣 我看都是完整的他 我沒有辦法把他的樣子 是是是 所以來一次我就說 你為什麼想要透明 還是你是覺得 欸 學長你這樣還是透明比較好 我現在先查題一下 大家看到這個直播呢 其實我原本還擔心 會不會有一點點 制式化 但是你看他們兩個之間的互動 完全就是直接嗆彼此 所以表示在這次的 就是這幾天的行程當中 他們對彼此非常的熟悉 也不是說被 應該在很短的時間內 就變成很好的麻吉 就看破對方 看破對方 就看破手腳 看破對方 好啦 現在趕快真心的講出 對方的三個優點 那我們就讓 呃 楊莫玲先講許訓好了 好了 我覺得是 有三個沒有三個缺點嗎 不一定喔 一下子一想都選 沒有 我覺得他是 貼心 然後 也蠻細心的 然後跟 我覺得他很 中立 就是因為我 欸我是中立人欸 對 他蠻中立的 因為 我剛剛真的說我住中立 欸現在是感性時間欸 徐均浩不要 好對不起 我不是不看我這樣 不要一直 對啊 可不可以認真 我覺得蠻中立的 因為我覺得中立蠻難的 因為 每個人在看事情的時候 都會 比較有自己的想法 嗯 偏激 有些人是偏激 他是屬於會先講完 自己的想法之後 再講別人的想法 所以我覺得這個 中立蠻好的 因為 以演員的角色來說 很需要這個東西 你才可以知道 你自己演中的 你要說的應該是同理心吧 對 他有同理心 所以我覺得這個蠻好 然後蠻細心的 我覺得蠻細心的 除了 會掉東掉西 之外 他的細心都 他的細心都在別人身上 就是他會幫你看 欸你這些東西什麼 要注意有什麼 自己忘記自己的東西 自己忘記自己的東西 哈哈 真的真的 這是我大的缺點 真的真的 是我說每個人都被我煩死 的確的 他還蠻 關心周遭的人發生的事情 然後會隨時提醒大家 對 他因為 就是徐均浩就是 比方說 舉個例子就是說 大家都在收拾行李這樣子 然後呢 比方說有一個人突然 就是什麼東西掉到地上 或者是什麼 欸什麼 好像突然 比方說熱水器用不好 然後他就會馬上來幫忙 但是他下一秒回來說 欸我剛剛 誰要幹嘛 他就會忘記自己的東西 沒錯 所以導致我們收拾行李最慢的就是他 對 沒錯 細心淡笨 沒錯 對 他會先關心別人的事情 然後自己也先就忘記 放在後面 然後就開始被大家笑 結果沒想到被幫 被幫助的那個人 反而開始笑他 對啊 明天你最需要被幫助你們嗎 好啦沒關係 我覺得 楊夢寧看的蠻透徹的 好換你了 許俊豪 我覺得 他有一個優點就是 願意做事 雖然嘴巴壞 但願意做事 嘴巴壞一個部分是 但是 但比方說他開車啊 一天開十幾個小時 或是 搭行李啊 那邊堆的時候 他都願意直接做事 我覺得蠻好的 但如果可以 其實楊夢寧蠻man的 我覺得 就是他不是 放在嘴上的 嗯 他不會出一張嘴啊 對他不會出一張嘴 他就是 真的會做事 就是默默的 就是 兩手扛氣兩相行李的那一種 然後在這點上 就覺得蠻可靠的 嗯 然後我覺得 最重要的優點應該就是 善良吧 嗯 從愛護動物來說 嗯 有關系嗎 因為你如此疼愛女朋友的話 然後 還是比較疼動物 我就覺得OK 嗯嗯嗯 最後一個 你說兩個啊 你說兩個啊 還有一個啊 他應該想不住第三個 我剛剛說的是 肯做事 然後 愛護動物 可靠 剛剛愛護動物 就如果交辦事情給他 雖然會被他唸 但是 你就是會 會知道 他會把事情做好 嗯 可以放心交給他 嗯 OK 那我 你們想聽聽我對你們的 優點的那個詮釋嗎 欸欸欸欸 你說好的 欸幹嘛正經為座 當然要啊 你對我們下達訓釋 我覺得楊夢玲跟徐君浩 都有一個共同點 我應該是說我覺得 齊心的每一個人都 有一個共同的特質 就是 都很關心這個世界 然後 並且善良 這是大家共同的特質 然後徐君浩 呃 徐君浩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他 他的同理心延伸出去 就是他很 很會站在別人的立場思考 所以有些時候 他 理性的頭腦裡面 又充滿了某一種的感性的成分 就是因為他會為對方著想 所以他的腦子裡面 就會有一些衝突存在 這也是他 要學習的去突破的地方 然後楊夢玲的部分呢 就是 我自己一直都覺得楊夢玲 私底下 比在螢幕上面還要有魅力 我也覺得 對不對 我也覺得 因為楊夢玲他 在螢幕上面 其實他有 為什麼一直說他 偶包偶包 其實雖然在嘲笑 不是嘲笑 對不起 我講錯 其實雖然是在 你是講出真心話 你是講出真心話 你講了 安靜 其實雖然是 感覺起來是在笑他 但是其實是 就是開玩笑 是開玩笑的那個方向 但是其實 為什麼楊夢玲有偶包 是因為其實楊夢玲 是比較害羞的人 他其實比徐俊浩還要再害羞 我自己覺得啦 他在面對陌生的人的時候 他會因為害羞 所以他有時候話比較少 或者是他只會笑 楊夢玲跟徐俊浩有一個很棒的優點 就是他們兩個都很愛笑 所以我每次跟他們 一起出來工作 我都會很開心 被他們逗得很開心 這樣子 然後為什麼說楊夢玲私底下 會比較迷人的原因 是因為楊夢玲私底下話比較多 而且楊夢玲私底下 比較不會講 講一些五四三的屁話 他有些時候認真起來的時候 會讓你覺得 這個男生蠻有美麗的 而且有內涵 對 而且有內涵 對啊 所以我 這是我自己的感覺 楊夢玲請問 你聽了有什麼感覺嗎 對於我對你的稱讚 嗯 很好啊 你自己說一下 你自己是不是一個害羞的人 對 就是 我覺得是因為我比較害羞 然後 是嗎 我沒有說錯吧 對 因為他從來不會承認這件事情 對 然後加上因為我 比較 保護自己吧 我覺得從 我從以前到現在 對 的確是 保護自己 我比較不想要讓 大家 看到 我自己是什麼樣子 然後 但是因為接觸這個工作 所以我慢慢的在改變這件事情 嗯 對 所以因為我通常 想的比較多 我故意的東西比較多 所以我會 更 刻意的保持一段距離 吧 我對所有的人 但是慢慢的 因為其實說真的 兩個人出道時間都並不是太長 嗯 所以我覺得慢慢的你們會找到一個平衡 就是 就是在螢幕前面的自己 因為我還是希望你們 為什麼要 我們今天要做這個 我們今天要做這個主題 就是因為希望 讓大家 因為真實的你們真的很棒 很可愛 很有魅力 很帥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優點 那我也是因為這個優點 才